連續幾個禮拜 我們為您報導了 日本對無障礙環境的重視 而其實有很多台灣民眾都認為 日本是一個非常適合觀光旅遊的地方 不只是因為它的風光美麗 還有社會對每一位旅人的尊重 外來客來到當地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住的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繼續帶您到 日本的五星級飯店 來看看他們是如何把無障礙的觀念 落實在旅館裡面 拍機票 這是我的機票 好開心喔 第一次拿到要出國的機票 第一次出國喔 對 所以我要把拍照留意 興奮地拍下生平第一張出國機票照片 吳雅雲是這次東京自由行成員中 少數第一次出國的成員 耶 無障礙巴士從機場一路開往市區 第一站是未來四夜都要下榻的飯店 在這裡雖然度過的都是夜晚時光 不過光是飯店這個景點 就讓吳雅雲有印象深刻的體驗 那是門卡在哪裡 不行啦 太無聊 這樣它卡不了 對 費力地推著門 進房間的第一關就被卡住了 好不容易進了房間 狹窄地走道卻讓蘆伊顯得擁擠難行 我整個轉的時候我就會停倒了 因為空間的關係 蘆伊只能前進無法回頭 高不可攀的空調面板 坐在蘆伊上的人根本無法調整房間的溫度 雖然浴室入口的門寬夠寬 但是回轉的空間不夠 蘆伊只能卡在浴室門口 無法回旋的浴室空間 坐在蘆伊上的人不管是要上廁所 還是沐浴都很難獨立完成 住這樣的房間喔 一整個就除非真的很客難 要幫我不想 就是沒有辦法的選擇的時候 因為這個可能要給人家幫忙的地方很多 呵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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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顆你的媽 不行了 我手會扭它 對 我沒辦法了 探口氣 決定再試一次 有辦法了 沒辦法了 我沒辦法了 第二次測試還是無法克服 如果沒有其他人幫忙 坐在蘆伊上的人 很可能就這樣出不了門 這是飯店的標準雙人房 然而場景一旦換到無障礙房 這些障礙都會消於無形 好 第一個進來的地方 就是它地上是沒有門檻的 然後它這個門的寬度 基本上就是輪椅可以進來 有超過九十公分 那輪椅進來都是非常的順 然後它的門的門把是一整個垂直的 所以你手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扶到 都可以開這個門 那它的鑰匙孔也特別做得比較低 我的手只要平身就可以碰到它 所以它的高度是比較適合了你的 進房間的第一關 房門 無障礙房與普通房 一開始的設計就不一樣 無障礙房採用垂直把手設計 普通房是一般水平所把手 兩者在施力上輕重有別 那關上門之後就會發現說 它所有操作的面板 幾乎都集中在這一塊 像它的電燈開關 要出去的話要壓這個按鈕 然後幾乎都在同一個地方 出入口附近需要的開關 都在輪椅視線以及身手可擊的高度上 加上寬敞的玄關 無障礙房與普通房 在開門時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況 我這樣就可以把門輕易打開了 一 五 一 不行了 我手會扭到 對 我沒辦法了 同時在提升住房安全的考量上 房門上還有一個貼心設計 就是它有一個貓眼的一個控制 通常人都要站到那邊的高度 才可以看到有人按門鈴的話是誰 但是他只要按這個鈕 就會像那個電視顯示一樣 對講機顯示一樣會出現這個 這個外面的人的樣子這樣 有人按了門鈴 只要按下按鈕 就能透過螢幕看見來訪者 相較普通房微小的貓眼 對輪椅族來說是相當貼心的設計 第一個就是它這個門是橫推門 那橫推門的作用其實是節省掉空間 一般浴室的門如果做完之後再加一個門 它的近寬空間就變小了 那第一個這個浴室的近寬夠大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階梯 它有做一個倒角 所以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那輪子就會順著這個倒角走進去 就會比較方便 然後另外它的那個門鎖的部分 是坐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當我進去之後 要把這個門鎖上的話 就直接就可以鎖上了 就是很貼心的一個設計 橫推門加上門前有足夠的迴轉空間 無障礙房與普通房要進浴室時 就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況 你們也有這個膽子 可是我沒辦法 我角度都不夠 在普通房 輪椅連進浴室都很困難 不過浴室內部 普通房與無障礙房空間差異不大 最大的差別在於洗臉台下的設計 它裡面的空間夠大 所以我可以回轉 那它非常巧妙 它把那個洗臉台下面的東西把它打掉 打掉之後 我的腳空間可以直接在這邊做一個回轉 然後可以再往外走 這就是他們的那個浴室空間利用 浴室空間透過巧思 擴大了使用的便利性 至於休息睡覺的空間 對輪椅族來說也很友善 我覺得這個無障礙房的好處就是說 它兩張床的間距有超過90公分 所以輪椅進來都沒有問題 然後即使說就是比較在比較寬一點的輪椅的話 其實它床這樣子撞一下的話 它是可以動的 就很輕而易舉就可以把它推開了 除了可以依照輪椅寬度調整床距 床墊高度也考量到輪椅族上下床移位的需求 它這個床的好處是 它跟我們輪椅比較就是高度差不多 所以移位比較方便 至於在普通房 怎樣都高不可攀的空調面板 到了無障礙房也被輕鬆克服 它這個空調的位置我就覺得很剛好 因為一般有的按點可能就太高 我們都按不到 然後有時候是螢幕看不到 可是我覺得這個都很清楚 就是操控都沒問題 螢幕也都看得到 不需要仰賴別人幫忙 就可以隨自己的喜好控制房間溫度 連桌子設計也讓人很容易親近 這個有什麼特別 像它這個桌子下面是空的 對我們輪椅的就是使用上很方便 就是可以很靠近 一般有的桌子就是會有些櫃子 或者是它是使就是 使抽屜什麼在這邊的話 可能我們輪椅都沒辦法靠近 都會離很遠 使用上就有困難 相較普通房為了增加收納空間 桌面下往往設置抽屜 縮短了與地面的距離 坐在輪椅上的人很可能就無法靠近 除了放空桌下空間 連小家電的使用也被仔細考量 我覺得它這個很貼心 就是一般那個飯店 常常就是把這個吹風機 可能放在浴室裡面 而且像在牆壁上 而且有時候還還滿高的 所以我們使用 我幾乎都沒有辦法使用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很貼心 就是它在這裡就可以使用 而且這個 這邊就有插頭可以那個插 就是 設置在桌面上的插座 讓輪椅族不需要彎腰 就可以使用電器或充電 許多小細節在無障礙房裡 都從使用者的角度去設計 舊情前與吳雅雲閒聊 也聊起輪椅族之間的同用語 我發現我有一個外號 叫做直立者 好像這是你們對我們的稱呼是嗎 對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區別吧 因為我們都是坐輪椅 然後你們都站著 不用 用媽媽 對 因為以前可能會講說 什麼障礙者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們是非障礙者 其實不用講得那麼複雜 就是直立人 對 那你以前在台灣 你對直立人的印象好嗎 不好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非常 不能認同的就是那個 直立人很愛跟我們搶電梯 這件事 在東京地鐵站 即使人潮眾多 電梯等候區裡 往往也只有輪椅 娃娃車以及老年人 會理所當然地等電梯 電梯扣也張貼告示 明確列出優先族群 在這裡沒有 烏雅雲最不喜歡的直立人 搶搭電梯這件事情 在台灣特別是台北大捷運的時候 其實還蠻常遇到 就是一般人行動方便 他還是很想要方便利用電梯 可是其實在那個優先的概念 其實在台灣還是沒有很成熟 所以常常說你要推過去的時候 一般人他就直接往裡面走 所以我覺得在日本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看到他們對於優先 你行動不便的可以先進去 這樣的觀念是比較清楚 而且大家都很心不乏地去做這件事 推著娃娃車進入電梯 老年人依序進入電梯 在東京繁忙的地鐵站裡 電梯等候區像是一個 特立獨行的悠閒區域 而這樣的風景也成為 烏雅雲對直立人的期許 我覺得很多那個無障礙的設施 其實在台灣做的還是 就是已經有盡量在改善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執行的人不要動不動 就跟我們搶這些 而且也不要覺得說 這個是政府給我們的福利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講 這不叫福利 這應該是我們行動上的一個自由 今年在東京地鐵站裡 出現一站為娃娃車爭取 行動空間的海報 要求自行車不能隨意停放 必須讓出空間給娃娃車行走 行動自由的概念 已經擴及到娃娃車 以後還會不會想出來吧 會 為什麼 我覺得來日本 因為它的無障礙 整個做得就是很好 比較不會像在台灣 像在台灣常常紅磚走一走 要回頭 因為嚇不去 可是在日本好像沒有遇過這個故事 對 你可以 很適合喔 好適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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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自由行 當地的無障礙設備 讓吳雅雲期待再度去旅行 回顧台灣除了硬體設備之外 也許直立人也需要更離讓 更有耐心 輪椅族在台灣才能生活得更自在 有了無障礙觀念 還要有同理心 社會上各個族群才能夠相互尊重 而下個禮拜我們要帶您到東台灣 去關心後山的醫療問題 看趨勢說真話 獨立特派員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黃明明 我們下周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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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周再會